你知道原始人是如何拍照的吗 首先在脸上糊满水泥 然后用石板轻轻一拍 如果想拍全家福 那就用更大的石板 他们是生活在一万年前的原始人 今天是外出捕猎的日子 老爸将目标 随定在一只鸟蛋上 用抛用命的方式 决定谁去负责吸引 没有硬币就用外婆代替 一切安排完毕 儿子一路飞飞 顺利的拿到鸟蛋 正当他开心的往回跑时 鸟妈妈一头把他撞翻在地 然后顺势捡起了鸟蛋 小女儿犹如脱胶的野马 全食四驱自在涡轮增压 很快就追上了鸟妈妈 在一家人合力协作下 不论一家成功完成了狩猎 他们一人一口享受着胜利的果实 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 老爸赶紧带着家人 躲进了洞里 大女儿宝儿 却独自爬上了峭壁 她早已厌倦了黑暗的洞穴 悍懒的追逐夕阳的余晖 叛逆期的宝儿 开始埋怨父亲 这些到底有什么意义 妈妈非常理解女儿的心情 在妈妈的劝说下 父女俩才冷静下来 深夜里 一阵火光吸引了宝儿的注意 她跟着光源一路来到山顶 火把来到的碎屑 吸引了她的注意 女生果然都喜欢亮闪闪的东西 正当宝儿全身关注地观察火把时 身后突然出现 一个戴着猪头面具的人 宝儿一个过肩摔 将面具人摔倒在地 她拿起石头想要解决面具人 可就到这时 面具人缓缓摘下面具 一脸真诚地看着她 她叫小盖 是一个旅行者 不仅见多识广 还会许多生存技能 因为预感到 这里即将发生地震 所以准备前往更高的山上避难 小盖邀请宝儿一同前往 可想到父母还在家里 宝儿拒绝了邀请 小盖送给宝儿一个海螺 如果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出现海螺 她就会马上出现 第二天 一家人正准备外出 大地突然发生颤动 紧接着 地面开始断裂 峡谷开始不断坍塌 危机时刻 老爸将家人紧紧护在身下 当烟尘散去 他们的家也不复存在 一个崭新的世界 恶然出现在他们面前 你见过这样的老鼠吗 原始世界 到底有多少神奇的动物 有像葫芦一样的蝙蝠 还有陆地上行走的鲸鱼 原始人一家绝处逢生 来到了新的世界 刚到这里 就遇到了一群野生猴子 老爸张牙舞爪的吼叫 试图下保猴子 可后方就一脸关爱智障的表情 紧接着 他轮圆了胳膊 上去就是一巴掌 猴子们兴奋地玩耍着新玩具 瓜哥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正当瓜哥以为猴子被他吓跑时 没想到 跟他的麻烦找上了没 老虎依旧紧紧地 跟在他们后面 这时 天色突然暗了下来 凶猫妈妈的老虎瞬间怂了 直接跑回了森林 就对这时 一只只火烈的鸟冒出了头 随后无数只火烈鸟飞向天空 他们在空中翩翩起舞 宛容一朵优美的火烧云 可是下一秒 他们将鲸鱼包围 仅仅一秒钟时间 鲸鱼又只剩下一堆骨架 咕鲁家族预感到了危险 他们慢慢后退 做出防守阵型 可就在这时 宝儿一个剑步拿起号角 远处的小盖听到声音 他赶紧朝宝儿跑去 赶紧利略地用火石 点燃了草堆 一个简易的火把就制作完成 他一把搂过宝儿 高高地举起火把 回来脚妹飞飞被吓退 小盖的及时出现 解除了危机 宝儿高兴地跟家人 介绍着小盖 因为小盖的出现 步路家族改变了 以前很多习惯 比如用火烤食物 会更加美味 穿上鞋子会更方便走路 下雨时撑伞 才不会被淋湿 然而小盖的这些 新奇想法 严重威胁到了瓜哥的地位 家人们逐渐依赖小盖 为了挽回家人心理的形象 瓜哥也研究出了 一些新奇发明 比如把石头 当成交通工具 带往小心前面的障碍物 比如拿起石块 当成太阳镜 这样阳光就不会刺眼了 这些无聊的发明 显然非常鸡肋 瓜哥一家之主的地位 受到了威胁 他说的话 也越来越不被重视 孩子们 你们必须听我的话 如果听你的话 我们早就死 瓜哥恼羞成怒 黑木的手撕了小盖 两人在扭打中 掉进了交友里 无论怎么挣扎 都只会越陷越深 而此时的小盖 也射出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小盖的父母 就是因为泄进交友里 而丧命 我很遗憾 或许自己也是为人父的原因 瓜哥改变了 对小盖的看法 但眼前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脱身 为了摆脱困境 小盖做了一只假的母老虎 用来吸引老虎的注意 利用全大的拉力 把他们救了出来 小盖再一次用头脑 征服了瓜哥 当家人赶来时 两人已经兵释前邪 这时身体出现断裂 形势变得一成严峻 他们朝着更高的山跑去 当他们来到山顶时 大地再次发生断裂 阻断了他们生的希望 妈妈劝大家先回到山洞里 没想到这次爸爸拒绝了 他知道大家喜欢光明和自由 虽然他想不出好点子 但他想用自己的方式 保护家人 虽然前方是未知的迷雾 但他想要尝试一次 小盖站出来 愿意为他们探路 瓜哥一把将他扔向了迷雾 没过一会儿 对岸想起了小盖的号角声 大家再次燃起了希望 但这种方法 最终会留下爸爸 他们舍不得与老爸分离 你不打算过来对吧 你活着 我就不会走 宝儿不想与爸爸分开 他还有太多的话 没跟爸爸说 但保护家人 一直都是爸爸的责任 来不及过多留恋 大地还在继续坍塌 爸爸赶紧向他们 全部送到了对岸 而他自己 则消失在了山谷中 瓜哥独自返回了山洞 他第一次成功的生活 开心的想跟大家分享时 一转身才发现 这里只剩自己了 他抓起一把泥土 在墙上画出家人的样子 就在这时 那只老虎再次出现 凶巴巴的吹灭了火把 然后 他并不是来伤害瓜哥的 老虎非常怕黑 像一只黏着小猫咪一样 维柔地靠在瓜哥怀里 就在这时 对岸响起了号角声 瓜哥以为家人遇到了危险 他开启头脑风暴 他看着如果才能穿越峡谷 他找到一副动物骨架 在上面涂满胶油 然后吸引一大群火烈鸟 把火烈鸟们 引到骨架上 火烈鸟被牢牢地站在胶油上 被迫成了免费劳动力 瓜哥利用火把 控制飞行方向 此时对岸的家人 还在不断地吹响号角 对葬神山谷的父亲 进行哀悼 正当一家人沉浸在悲伤中时 迷雾中出现一个巨大的飞行物 瓜哥成功飞越了峡谷 像平常一样 数着家人的数量 不过这次多了一个 他把小盖也当成了家人 瓜哥的这份担当 非常让人感动 即使是在家人不信任的情况下 他也能在危机时刻站出来 出于亲情和伟大的父爱 给予家人最大的保护 带着家人走向光明未来 这只血猴子刚出生 火王父亲就准备把他吃掉 他直接揍了火王一拳 火王十分高兴 旁边的老猴子 又拎出来一只数落的小猴子 他是猴王的长子 按照族里的规矩 只有长子才能继承王位 这让猴王父亲陷入了两难 女巫开始蛊惑猴王 如果让弱小的哥哥继承王位 必将给族群带来灾难 但为了猴群 也只要让老猴子 处理掉数落的猴大 然后在族群里宣布 猴二是王位的继承人 此时的老猴子 准备将猴大喂给野狼 看着如此可爱的猴大 老猴子于心不忍 可是最终 他还是将猴大扔了下去 好在猴大命目该绝 被条藤蔓缠住 恶狼一跃而起 想吃掉猴大 结果一却被藤蔓勾住了獠牙 而天天的猴大 知道自己的手臂被恶狼咬断 他才知道危险 狼牙突然被藤蔓扯了下来 野狼呼溜溜的逃走了 而受伤的猴大 则被路过的大鼻子救了下来 他北想一走了之 但看着连战斗站不起来的猴大 动了侧影之心 于是决定收留他 就这样 猴大跟随大鼻子一起生活 多年之后 猴大也长大了 虽然猴大没有强壮的身体 但他的头脑非常发达 不仅发明了树叶饮水机 甚至还有树叶电风扇 可尽管他如此聪慧 却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 就对这天 他们像往常一样 破坏猴大群的球赛 而身为猴王继承人的猴二 身体非常强壮 在猴群举办的藤球大赛中 他总能脱颖而出 老猴王看着自己日渐强壮的儿子 眼神中充满了骄傲 此时的两人正看着着迷 突然藤球飞到了他们面前 大鼻子一把接住了藤球 就可闯了祸了 他不仅打算了比赛 还把藤球弄到了地缝里 由于弄丢了藤球 其他猴子气坏了 对着大鼻子开始拳打脚踢 就在这时 猴大想到了办法 他把塑胶抹在棍子上 顺利将藤球取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 猴群都惊呆了 他们根本想不到 居然有这么聪明的猴子 看到自己的风头 被一个残疾猴抢走了 实际猴王继承人的猴二 十分生气 就在这时 老猴都意外发现 猴大的脚趾 居然和猴二的一样 他就是当年被丢弃的猴大 这时猴二的手 被藤球牢牢粘住 猴大没过去帮忙 其猴在撕扯中 带有塑胶的藤球 居然掉在了老猴王的脑袋上 随着想他用力一尺 直接让猴王改变了发型 心里瘦小的猴大 随手摘下几片绿叶 简单的加工一下 居然做出了一顶6U的王冠 就在后群惊讶之一 猴大又做出了一面镜子 这是猴王第一次 看见自己帅气的样子 猴大的聪明才智 让猴王对他刮目相看 这让猴二十分嫉妒 此时女巫也发现了猴大的身份 立马这件事告诉了猴二 为了保住自己猴王继承人的身份 他们决定让猴大再死一次 这只猴子拉下藤蔓 然后铺上几片叶子 一个王位又做好了 猴王坐在上面 感觉很舒服 可觉得这时 女巫装眼中无数只蝗虫 准备袭击猴大 可在狂乱中 他已表心把猴王撞下了悬崖 虽然猴大不是故意的 但猴二根本不给他解释的机会 直接把他扔了下去 而这时猴王爬了上来 他质问猴二 为什么要对自己的族人痛下杀手 但猴二却说 你当年不也将自己的亲身骨肉 扔下了悬崖吗 这让猴王瞬间破防 他默默来到悬崖边 忏悔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 然而令大家没想到的是 猴大竟然并没有死 大鼻子想救他上来 却被猴大拒绝了 他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在和大鼻子告别后 他勇敢地走向草原 结果还没跑多远 就掉进了沟里 他一抬头 前面居然出现两只鸵鸟 不然拿到鸵鸟嘴里的食物 他尝试着双脚站立 可还没来得及欣赏眼前的风景 一群恶狼又冲了过来 危机关头 他的速度居然超过了鸵鸟 看到这一幕 数量的猴子们都惊呆了 猴大没跑多远 就遇到一群犀牛 本以为他们能拦住狼群 结果下一秒 犀牛群也加入了逃跑的队伍 可没过多久 一棵巨树拦住了猴大的去路 就在这危机时刻 猴王及时出现 挡住了犀牛 然而用尽全力 打飞了面前的犀牛 但犀牛的数量实在太多 就在这时 一只犀牛飞上猴大 危机关头 猴王一步反顾地 挡在了他面前 临死前 他将猴大的身世说了出来 自己被女巫蛊惑 将他扔下悬崖 现在 他只希望猴大能够原谅自己 说完猴王便死了 猴王把猴王的死 怪在了猴大头上 让他永远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 然后带着猴王的遗体 回到了族群 女巫见猴王已死 心中十分高兴 因为猴王更容易受他摆布 他立刻拥护猴王成为猴王 按照族群的传统 继承王位 必须要吃掉老猴王的遗体 就在猴王准备下口的时候 猴大突然出现 就在这时 一道闪电突然出现 猴群被吓得四散逃走 趁此机会 猴大将猴王的尸体 吞下大树 然后在大鼻子的帮助下 将猴王埋了起来 你绝对想不到 一道闪电披在枯木上 不仅开创了一个文明 还披露了一份爱情 这就是内人缘 第一次看见猴种时的样子 这其中有震惊 有喜悦 正在猴大好奇猴种的来历时 突然间狂风肆虐 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龙卷风 猴大没跑几步 就被卷入了龙卷风 可谁没想到 在这里 他居然遇到了真爱 看着眼前的猴妹 他准备英雄救美 结果却被甩了出去 而就在这时 猴妹也被甩了出来 看着灰迷的猴妹 猴大想去救他 可还没等他抓起猴妹 就再次被卷入空中 在猴大不离不弃的保护下 他们成功掉下悬崖 好在危机关头 大鼻子挺身而出 一把抓住了断掉的藤蔓 最终 猴大还是把猴妹救了上来 看着灰迷的猴妹 猴大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想来的猴妹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没办法 动物的感情就是这么直接 到了晚上 猴大在巡沿附近 发现一处火山 然后用树枝 做了一个火把 他泡泡几带的回到族群 想和大家分享火把的作用 不仅可以照明 还能带来温暖 可猴巡根本不想尝试 就在这时 猴大出现 他让猴大赶紧离开 这里不欢迎他 没办法 他们只好离开 和走着走着 突然听到了狼叫声 他们顺着声音来到狼窝 在猴把的攻击下 野狼只好乖乖让出山洞 就这样 猴大终于有了自己的领地 在火光的照耀下 他和猴妹的感情迅速升威 世上的第一个吻 也就此诞生 一只猴子看着肉迷 直接给了旁边的兄弟一口 在往后的日子里 他们学会了使用工具 比如用石头打兔子 或者用长毛抓个动物 唯一中他们发现 原猎物还可以烤着吃 而那飘出去的香味 顿时吸引了猴巡的注意 猴巡被吓得瑟瑟发抖 和一只小猴子 却寻着声音走过去 他发现原来恐怖的声音 居然是女巫发出的 女巫想要杀猴灭口 结果小猴子直接跑了出去 这也让猴巡知道 这都是女巫和猴二的诡计 于是他们纷纷从巨树跳了下去 只被猴大的领地 眼看大势已去 猴二的心中五味杂沉 猴大不计前嫌受漏了猴群 在猴大的带领下 他们朝着人类的方向 飞速进化 物质为名急速发展的同时 精神为名也没落下 他们学会了用颜料 在石壁上画画 然而女巫不敢就此落败 再次召唤出狂虫 让猴巡辛苦见地的房屋 心可见毁于一旦 不过这一次 猴巡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拿几武器开始反击 就在这时 猴二从天而降 与猴巡撕打在一起 打斗中 猴把意外点燃了大树 猴巡趁机扑倒了猴二 而此时猴二的老婆还在树上 猴二利用野狼 把自己拉到高处 成功救下了地席 大伙很快吞噬了虎术 连同女巫一起化为灰烬 直到这时 猴二的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 虽然大伙烧毁了他们的家园 却让兄弟俩兵士前嫌 在猴大的带领下 他们跨过岩浆 越过天折 终于发现了一处室外桃源 在历史的长河中 灾难就像女巫的蝗虫频繁发生 却从未阻止过人类前进的脚步 就是这一次次的灾难 才促使我们 更加富有智慧和勇气 他虽然是一只狐狸 就干翻了迪士尼的所有王子 不仅长得皮帅 而且还特别会撩妹 如果你也喜欢这只狐狸 可以爱得出你列表里的第三个好友 陪你一起看 就在几天之前 动物城里的大象 开了一家雪糕店 每一个都是量大分族 干净又卫生 狐狸尼克想给他的小儿子 买个大号的冰棍 因为今天是小家伙的生日 可大象却觉得狐狸太狡猾 并不想卖给他 谁能忍心破坏他小小的梦想呢 对吗 我们有权拒绝向任何动物提供服务 别在这儿等到行吗 看着小家伙委屈的样子 一只兔子警察走了过来 你的顾客在意 他们吃的饼干和冰激凌上有鼻涕吗 就这样 在他的帮助下 大象终于答应 卖给尼克大号冰棍 可就在这时 尼克却发现 自己忘记带钱包了 看到小家伙恋恋不舍的样子 朱迪自掏腰包 给尼克的小儿子 买了一个大号冰棍 他叫朱迪 是一名特别有爱心的警察 从小就正义感十足 只要看到小动物被欺负 他都会挺身而出 长大之后 朱迪以第一名的成绩 成功当上了警察 在他来警局上班的时候 去发现同事们 各个身强体壮 五大三粗 只有他身材娇小 朱迪准备和同事打个招呼 结果 就在这时 牛局长走了进来 牛局长说 最近有14个动物失踪 并且都是食肉动物 为了赶快破案 每个检员都分到了任务 只有朱迪 因为身材娇小 被牛局长去安排 当交通鞋管 专门负责 给伟章停车贴罚单 不得不说 贴罚单 朱迪还是很有天赋的 仅仅一上午 就开出了200张罚单 到了下午 就出现了前面的那一幕 朱迪帮狐迪买了个大号冰棍 好了来吹一个白白的吊吊 咚咚 就到了下班时间 他再次遇到了狐狸的小儿子 他居然在收集冰棍融化后的糖水 看着对方奇怪的举动 这让朱迪十分疑惑 于是便悄悄跟了上去 准备查个清楚 因为这个镜头 我追了整部电影 这只狐狸不仅又皮又帅 而且和特别会做生意 把一天大号冰棍融化成糖水 然后做成几百个小冰棍 再卖给这些白领精英 成本只要15元的大号冰棍 居然被他卖到了几百元 而且这些小仓鼠吃完之后 扔到垃圾桶里的木棍 也会被他们再次收集 当成红木卖给工地上的老鼠 不知道这么鬼才的商业模式 你没愿意给他长按点赞吗 可朱迪并不甘心 开价和尼克理论一番 狡猾的狐狸 愚蠢的兔子 这样的打击 让朱迪十分失落 可就在这时 朱老板跑了过来 他说自己的店被抢了 这让朱迪十分兴奋 拖掉马甲就追了上去 可是狡猾的黄鼠狼 居然跑到了迷你社区 为了抓捕对方 朱迪也追了过去 由于小镇居民全是老鼠 在追求的过程中 差点就惹出了大灾难 黄鼠狼把田田圈穿向朱迪 幸好朱迪及时躲开 对于这些老鼠来说 就是天大的灾难 危机时刻 朱迪直接抱住了田田圈 此时的黄鼠狼 还想逃跑 结果下一秒 就被朱迪抓住了 可娃娃没想到 虽然他抓住了罪犯 可牛居长却十分生气 因为一袋洋葱 差点惹出大麻烦 这些不是洋葱 闭上你的小祸嘴 就在这时 水塔太太闯了进来 说自己的丈夫失踪了 牛居长表示 现在警局人手不够 他们会尽快找到她的丈夫 朱迪私自接受这个案子 让牛居长很生气 当水塔太太离开之后 可当牛居长 再次打开煤的时候 碰巧遇到了杨副市长 看到杨副市长 不停地跨诺朱迪 牛居长没有办法解雇他了 于是就让朱迪 在48小时内破案 这个案子的线索 只有水塔先生 最后出现在监控下的一张照片 朱迪居然把瓶子 当发达镜使用 他发现水塔最后出现时 居然在吃爪爪冰棍 也就是说 狐狸尼克在水塔失踪前 曾经见过他 于是朱迪再次找到了尼克 看到对方不配合 朱迪直接把他的婴儿车锁住 原来按照尼克刚才说的话 他一共赚了146万 但他却没有赚到一分钱的税 如果尼克依旧不配合 那就要面临偷税漏税的处罚 没办法 尼克只能选择配合 根据线索 他带着朱迪来到了一家养生会馆 这是水塔先生最喜欢来的地方 通过对方提供的线索 他们知道水塔先生 离开这里的时候 上了一辆豪车 并且把车牌号也告诉了他们 现在只要查出车牌的主人 就能找到水塔先生的线索了 于是 尼克带着朱迪来到车关锁 想找他的朋友 帮忙查一下车牌 可外卖没想到 尼克口中叫闪电的朋友 居然是树懒 闪电闪电好久不见 见得你真高兴 你们知道为什么这车树懒 明明很慢 出外号叫闪电嘛 经过一个小时的等待 闪电终于把车牌号全部输入了 可就在这时 尼克居然给闪电讲了个笑话 经过几个小时的等待 他们终于查到了那辆车的信息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 这才发现 居然已经天黑了 果然 树懒的速度 真是快如闪电 当他们来到冰山镇的时候 已经关没了 没办法 他们只能翻墙进去 很快 他们找到了那辆豪车 进入车内后 他们很快发现 里面到处都是抓痕 甚至还发现了水塔先生的钱包 就在这时 尼克突然发现 这居然是当地黑帮老大 大先生的车 结果刚打开车门 就被两头北极熊堵住了 就这样 他们被抓进车里 去见大先生 你能相信吗 这只小老鼠 居然是当地最大黑帮的老大 老人微风散散的大先生 眼前的狐狸 这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 大先生的手下听到命令 准备扔进冰窟窿里冻死 危机时刻 大先生的女儿跑了出来 他一眼认出 眼前的朱棣 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大先生恩怨非明 在得知女儿曾被朱棣救过 不仅放了他们 还提供了水塔先生的消息 原来水塔先生是他家的花匠 在他上班的时候 水塔突然发疯 就像退化成了野兽一样 四处乱抓 司机的诱言也被他抓伤了 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 他们来到了大先生的司机家 想问一下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可刚要进门 司机居然也发疯了 瞧着他们就扑了过来 两人只能拼命逃跑 他们钻进一个树洞 趁此机会 赶紧打电话给总部寻求帮助 而就在这时 朱棣脚下一滑 差点掉了下去 而另一边 发光的司机扑向了尼克 危机时刻 朱棣用铁链拴住了他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再次发生 两人为了躲避攻击 从桥上掉了下去 信号缠在身上的树藤 救了他们一命 而就在这时 牛铁长的救援也赶了过来 朱棣带着局长 去找被拴住的司机 现在无论朱棣如何解释 牛铁长都不相信 于是朱棣想让尼克帮他作证 从这件事之后 他们都认可了彼此 尼克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在小的时候 他也曾渴望当一名警察 维护正义 可是等待他的 却被其他动物套上了嘴套 只因为他是食肉动物 这个幼小的尼克 带来了很大的伤害 就在朱棣准备安慰尼克的时候 尼克突然想到 四周全是监控摄像 于是 他们找到杨副市长 让他帮忙查看一下 当天的录像 经过查看才发现 发光的司机 居然被两只狼抓走了 通过监控 他们很快找到了 这些狼的基地 可当他们潜入之后 却被这只狼 闻到了气味 趁此机会 朱棣拉着尼克 赶紧跑了进去 通过下水道 他们潜入进去 经过查看 他们在这间房子里 发现了那些失踪的动物 甚至还找到了 一直在寻找的水塔先生 就在这时 大门突然被打开 两人赶紧躲藏起来 走近人的人 居然是动物城的市长 朱棣赶紧拿出手机 录了下来 电话响起 没过多久 那些大会长就冲了过来 可两人早已没了踪影 原来 朱棣和尼克 跑进了马桶的下水道里 安全逃出之后 朱棣把证据发给了牛局长 得知消息后 牛局长立马派出大部队 逮捕了市长 救出了所有失踪的动物 到了第二天 牛局长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而此时的朱棣 拿出一张警察申请表 他想让尼克 成为自己的搭档 而这 也是尼克小时候的梦想 就在这时 牛局长让朱棣上台发言 只有食肉动物会演兰话吗 是这样的 跟动物的本性有 有一些关系 听到朱棣的发言 这让尼克难以接受 因为他也是食肉动物 看着被戴上嘴套 那些食肉动物的照片 尼克想到了自己小时候 他被其他动物排挤 也给自己戴上了嘴套 发言完毕的朱棣 找到了尼克 他还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言论 深深地伤害了尼克 看到朱棣下意识地后退 这让尼克十分伤心 随后转身离去 朱棣的言论 引发了动物城的混乱 食肉动物开始被抵制 此时的朱棣也意识到 或许自己真的做错了 此时的一幕 像不像你女朋友 给你认错的样子 原来朱棣在意识到 伤害了尼克之后 就辞去了警察的职务 当他回到家后 却意外发现 五叶嚎叫居然是一种花 任何动物只要吃下 都会丧失理智 此时的朱棣这才意识到 这一切都是阴谋 于是朱棣再次回到动物城 准备去找尼克 就这样 朱棣找到了尼克 经过一番深情厉害的道歉 尼克也原谅了他 两人再次联手 准备调查这一切的真相 他们找到了上次 偷五叶嚎叫的黄鼠狼 这只黄鼠狼十分记仇 就是不告诉他们 就这样 在大言上的帮助下 黄鼠狼终于说出了实情 根据黄鼠狼的线索 他们找到了 供养道格的交易点 来到一列列车车厢里 他们在这里 发现了很多嚎叫花 就在这时 供养道格推门而入 两人赶紧藏在桌子下面 原来供养道格 把这些嚎叫花 放入机器中 然后经过提纯处理后 压倒到这个小球里面 把它当成子弹 安装到特质手枪里 对 我是道格 目标是谁 原来 所有发狂的动物 都是供养道格 对他们发射了嚎叫花子弹 他们拿上证据 准备开着列车去警局 可由于供养道格的破坏 列车被撞翻了 危机时刻 朱迪克尼克赶紧逃了出来 现在唯一的证据 就是尼克手里的武器箱 他们带着证据 火速跑向警察局 结果半路上 却遇到了杨副市长 他让朱迪把证据交给他 可此时的朱迪意识到 杨副市长出现的太过于巧合 并不想把证据交给他 原来杨副市长就是幕后挥手 在他们逃跑的时候 却被供养道格 直接撞到了深坑里 杨副市长捡起 装有嚎叫花的武器 直接一枪打在了尼克身上 并且拨通了报警电话 他的目的就是让尼克发狂后 杀死朱迪 然后被赶来的警察干掉 而此时发狂的尼克 准备扑向朱迪 万万没想到 尼克根本没有发狂 他们事先就把 豪叫花的子弹换成了蓝莓 并且把刚才杨副市长说的话 都露了下来 就这样 一切真相大白 警察把这些小羊妹都抓了起来 而政府也研制出了 豪叫花的解药 发狂的动物们也都恢复了正常 大家也不再抵制食肉动物 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而我们最爱的尼克 也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警察 看完这部电影 大家是不是都成了尼克的铁杆粉丝 在故事最后 要给大家揭秘一个彩蛋 那就是树蓝 为什么外号叫闪电 这绝对是神仙的生活方式 用马桶刷牙 把罗斯丁和卫生纸 当成小零食 轮胎挂在身上 充当无与伦比的时尚挂饰 根据不同的心情 皮肤还能变成不同的颜色 他们并不是地球生物 而是来自宇宙的波波星人 这天 他们和瓜星领袖谈判时 波波组长竟然偷走了 瓜星的石头 这样瓜星领袖十分生气 于是下令 追杀波波星人 这一追杀 就是八百年 波波星人只能东躲西藏 最后发现 地球才是最适合的躲藏点 他们用吸管将人类吸走 全部送到了一个小镇子上 随后霸占了 地球的其他地方 还美名契约 与人类和平共处 这天 杰哥为了庆祝 自己乔迁新居 想邀请朋友们 来这几家参加派对 结果发送电子请帖时 一表星点到了 触发案件 就这样 就连整个银河系 都收到了这份情景 而这其中 也包括瓜星人 他们的位置 也会因此暴露 不过星人 顿时陷入了慌乱之中 杰哥知道自己闯了大祸 开上泡泡飞船 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躲起来 与此同时 波波组长也是如零那提 颜色急得火一阵红一阵 甚至彻底请出了阵囊团 一群大头哇哇斯来想去 总算是想出了 一个靠谱的办法 我们登陆那个 波波星逃犯的邮箱 然后取消他发送的请帖 现在唯一的方法 便是赶紧找到杰哥 波波组长下令全球诉补他 此时 杰哥正在淘宝途中 忽然 泡泡飞船见他识别为 波波星逃犯 启动了自毁装置 我不去逃吧 哦哦 杰哥只能悄悄 波波躲进一家便利店 四处探索的他 和人类小女孩 米拉打了个照面 米拉一反手 将杰哥关进了冰柜 原来不久前 波波星人用吸管吸人类时 波波星人没有实验出 他是人类 但米拉的妈妈 却被抓走了 他现在正打算 去寻找妈妈 杰哥想让米拉放了自己 米拉看着冰柜里 冒傻气的波波星人 他是不可能把仇敌放出来的 我能帮你修车 我看到你把他撞坏了 听到杰哥有利用价值 米拉才把他放了出来 一会儿的功夫 一辆崭新的红膜基尼横空出世 你绝对没有见过这样的汽车 我叫他冰沙美车 精致的车身 流畅的线条 作为燃造的冰沙 冒充成层白烟 小票当做链条 拼成发动机 海系管还不断冒充梦幻泡泡 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辆车居然还会飞 但下一秒 他们就被一大瓶 包包星人 堂堂围住 为了躲避后方的追捕 他们以后会躲在 自由女神像后面 以后又躲在 加油站的天花板上 好不容易 他们逃到了巴黎 为了不被认出来 米拉当起了美妆博主 给杰哥的嘴角 铺了一颗痣 果然 没有一个包包星人 能认出杰哥 他们悄悄作战 泡泡飞船 潜入了包包星人的 大尾营内部 这时 杰哥发现 邀请函还还没有发送出去 还有时间把邮件撤回 赶在最后一刻 撤回了邀请函 同时 杰哥还在这里 帮米拉定位到了 妈妈的位置 就在他们准备 去寻找米拉妈妈时 一旦寻波波星人 将他们团团围住 杰哥的生命暴露 桌上觉得他以后还会闯祸 于是下令将杰哥消灭 危机时刻 米拉破坏了 他们的重力系统 整个FL铁塔 都倒了过来 波波星人就像下饺子一样 就要连三掉了下去 混乱中 远人坐上汽车逃跑 踏上了寻找米拉妈妈的征途 朝夕相处中 他们逐渐放下了 心中对彼此的成见 成了最好的朋友 不知道过了多久 他们在车上醒来 发现周围 居然都是波波星人的泡泡飞船 仔细一看 这些波波星人竟然是在逃跑 原来 他们的位置 已经被瓜星人发现了 瓜星人对地球 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面对瓜星人飞船的追击 结果启动了武器系统 但他们的汽车 也被瓜星人武器击中 直接掉落在一片大森林里 看着摔坏的车子 远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突然 一架瓜星人的坠毁飞船 引起了米拉的注意 于是他们小心翼翼靠近飞船 真的在里面 发现了一枚超级芯片 能让他修好冰沙飞车吗 当然当然 果然 超级芯片一放上去 车都立马弹射起步 很快 他们来到了小镇上 此时 最后一批波波星人 正在逃离地球 结果看到这一幕 心里有五味杂陈 眼看着同伴们 全都上了飞船 他赶紧拉着米拉 朝飞船跑去 米拉却在半路 甩开了他的手 你明明发过需要 要帮我找到他的 米拉实被伤心 眼看飞船就要离开 结果在最后一刻 还是选择登上飞船逃跑 可刚上飞船 刮星人就追了上来 你绝对想不到 这件丑陋冰冷的装甲下 居然是一只 萌萌娜娜小海星 他们被称为刮星人 已经追加了 波波星人800年 眼看着刮星人追了上来 还启动了激光炮 现今一把之际 结果挺身而出 他拿出之前得到的超级芯片 将他插在了飞船上 一瞬间 飞船淡气加速 瞬间便甩开了刮星人 结果拯救了大家 瞬间成了大英雄 在飞船上 结果袒露了心声 波波星人 根本不关心彼此 老族长挡羞 程度就要动手 却被族人拦下 红伴们一致决定 退选结果成为新族长 将老族长从刮星人 突来的石头 也交给了他 虽然当上了族长 结果却妹妹不乐 始终挂念的米拉 波波星人也在 结果的带领下 变得团结起来 另一边 米拉依然在继续寻导妈妈 但却始终没有找到 失落的她 蹲在角落里哭泣 再抬头 结果却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养人兵是闲闲 结果拿出了一个定位仪 终于乘动帮米拉 找到了妈妈 看到米拉和妈妈团聚 结果也忍不住感动 然而 还没高兴多久 波星人却再次席卷而来 为了保护米拉他们 结果故意将米拉锁进车里 将车子送到空中 自己则拿着前任组长 后来的石头 独自一人面对关心人 看到杰克手里的石头 关心领袖赶紧刹车 可是为时一晚 巨大的惯性 带动母剑向前冲去 米拉伤心的 包住自己的妈妈 不肯接受杰克死亡的事实 下一秒 关心母剑竟然再次启动 杰克完好无损的 出现在了大家面前 这时 关心母剑舱门打开 长相丑陋的关心领袖 走了出来 杰克将石头递给她 没想到 关心领袖的面具缓缓打开 一只可爱的小海星 出现在大家面前 这才是关心人的真面目 小海星打开石头 里面是许许多多的 粉色小海星 这些就是关心人的后代 小海星对杰克表示感谢 双方都承诺 从此和睦相处 从此 伯伯心人与人类和谐相处 关心人也带着孩子们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我是云上 我们下期再见 这个火人在地铁上 被水浇没了半个脑袋 丈夫赶紧拿出半节兽脂 放进了他的嘴里 补充能量后 火焰总算恢复如初 这是2023年 最受期待的动画电影 《疯狂元素城》 如果你也曾被预告片吸引 那请一定不要错过 这个游群目环游记团队 最新达到的动画黑马 故事开始 火焰复复成长来到了 热闹非凡的元素小镇 这里生活着三种居民 水族灵魂多变 可以随意出入各种场所 牧族还后老实 各长着令人羡慕的发亮 云族体态轻盈 稍不留神就被撞得乱七八糟 作为第一队入住的火元素 火柱和灯花的搬家过程 并不顺利 两人想要租个房子 可房东一看对面是个火人 恰得立马关上了大煤 由于听不懂他们的语言 就连坐个地体 也会被原住民欺负 夫妻俩身心俱疲 活在这时 一栋破旧的小木屋 出现在了他们眼前 虽然这里位置偏僻 年久失修 可丈夫火柱还是十分满意 当天晚上 夫妻俩迎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宝儿 没过多久 越来越多的火人 搬进了元素小镇 火柱将自家房子 改造成了超市 将祖传产烧丸子 卖成了网红小吃 自个一天天过去 火柱的经历已大不如前 没想让已经成年的 宝儿借管店铺 可这姑娘提起火爆 遇到不讲理的顾客 浑身的火焰就会气成紫色 盛怒之下 甚至直接炸烂了柜台 好的这对火人来说 也不算什么大事 收好地上碎玻璃 放进嘴里嚼一嚼 玻璃立马融化成了液态 经过宝儿塑形烧制 一块崭新的橱双大公爆成 年迈的父亲已经到了 算了玩得多土黑烟的年龄 年代一年一度的 红展大甩卖 即将到来 宝儿主动揽下了所有工作 活动当天 他起了个大早 将促销的贴纸贴满商品 可他那没打开 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有人打翻货架上的摆件 有人偷偷吃起了白食 顾客们带着海淡的麻烦 包围了宝儿 离至极加崩断的前一刻 他捂住嘴巴躲进了地下室 发现过后 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 超高的温度 烧坏了水管 水路喷涌而出 随机淹没了整个房间 宝儿撑起雨伞努力靠近 用双手看住了破损的大洞 可看着周围一片汪洋 他还是忍不住骂骂咧咧 就在这时 水面上的相光猫灵飘动起来 紧接着 一个水人伴随两行热烈凭空出现 他叫杰哥 是市政府的工作人员 刚才正在检修水管 没想到竟被水流 吸到了这里 得知宝儿家的房子 属于一张大件 他立马开收一张罚单 准备上交有关部门 宝儿无奈追了出去 远人一路来到地铁上 陌生的环境 让宝儿非常不适 打个喷嚏 树人直接烧成柴火 本想从车县外面 超进路过去 可面前的巨型瀑布 又把宝儿吓了回来 好不容易发现杰哥 想要拿回法单 对方又颠叫着 逃定了人群 宝儿们就脾气不好 如此折腾更是忍无可忍 他想下一瓶辣椒酱 撒在杰哥面前 把自己烧成一面火墙 没想到对方丝毫不慌 轰不脚下地下水道 轻轻松松就来到了对面 杰哥将法单塞定管道 这才发现 身后的宝儿正在门外扑气 女孩用手触碰玻璃 竟然在里面 雕刻出了一朵美丽的小花 因为他是浑身滚烫的火人 饮料喝不到嘴里 就会变成水蒸气 为了帮宝儿 挽回父亲的店铺 杰哥找上自己的领导云姐 先要帮他取消罚单 可对方表示 现在全城都在莫名的漏水 只要能把这个问题解决 罚单就会立刻作废 宝儿重新看到了希望 他带杰哥爬上天台 扯下防火部 推翻了千斤重的顶棚 将铁条打成结 然后用尽全力 发挥自身的热能 竟然做了一个简易的热气球 两人升上高空 俯瞰整个小镇 果然没过多久 杰哥就找到了漏水的源头 河道的闸门上破了一个大洞 二人还没搞清楚撞胖 一艘轮船恰好停靠 汹涌的海水倾斜而出 逼得他们只能转身逃命 宝儿灵活爬上闸门 可杰哥就没那么幸运了 洪水和他融为一体 如果不是宝儿白断铁棍 拉了他一把 可怜的水人不知道又会被冲到哪里 眼泪海水再次冲向小镇 两人只好用沙袋暂时堵住洞口 为你解除后 一粒沙子粘在了杰哥的脸上 宝儿被想帮他拿下来 可一想到水火不容的原理 还算收回了手 这次经历 让两人都对彼此产生的好感 杰哥约宝儿一起约会 宝儿虽然嘴上拒绝 可第二天 还是按时来到了见面地点 两人一起看电影 一起拍大头天 无奈距离太近 镜头直接曝光 谁也没拍清楚 宝儿将这张照片带回了家 马马灯花也从女儿身上闻到了 恋爱的三错位 美与美好的生活 可以一直这样继续下去 谁知这天 店里的水碗再次爆裂 宝儿刚想修补破洞 抬头就看见 数人送的花瓶里 冒出了一双眼睛 杰哥把自己分装订几个瓶子 混进了宝儿家的店铺 可火炉对水人恨之入骨 刚一见面 就让对方品尝他做的碳烧丸子 回当的木炭刚一下口 杰哥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控制不如吐出一个巨大的水球 而水球在碰到火柱的瞬间 也尖叫了化成了蒸汽 老丈人玩得高兴 干脆加了几个刚出货的丸子 温度更猫后劲更大 杰哥逞强吃了几个 这次直接被烧开 一顿折腾后 火柱还是看不上他 甚至将杰哥拉进了店铺的黑名单 到了晚上 两人来到海边 准备制作更多的沙带修补缺口 杰哥惊讶地发现 宝儿超高温的身体 竟然可以将沙子融化成玻璃 而与此同时 一个大胆的想法 也在宝儿脑海出现 他来到杂美面前 用手触碰沙带 一阵耀眼的火光过后 沙子融化成了叶带玻璃 宝儿发挥想象 自己勾勒着玻璃的造型 没过多久 就创造出了堪皮艺术品的洁净 这种洁净剂美观又实用 领导师分满意 无端取消了宝儿家的罚单 两人刚回到家门口 就被灯花逮了个正着 妈妈没想到女儿的神秘男友 竟然是个水人 这是我剑目最没用的栅栏 杰克要给宝儿一个惊喜 他让云姐吸满空气 在水下吐出一个巨大的气泡 宝儿忍住恐惧 众生跳了进去 生平第一次 体验到了被水包围的感觉 杰克推着气泡 向深处游去 而在那里 生长着宝儿最爱的紫金花 原本含包待放的花朵 因为宝儿的到来 绽放出了美丽的花瓣 接下来的时间 杰克带着心爱的女孩 在花海里畅游 两人的感情再次升温 可好景不长 气泡突然破洞 杰克只能催着宝儿 拼命向出口游去 年代气泡越来越小 宝儿吓坏了 杰克加快速度 终于在空气耗尽的前一秒 冲过大门来到了地面 经此一试 杰克更加意识到了 宝儿的可贵 他鼓起勇气 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而宝儿也试探性的 把手放了上去 两人触控的一瞬间 并没有痛苦 而是感受到了彼此的温度 这样宝儿不太恐惧 终于和杰克走到了一起 事实证明 只要有爱 任何事情都不能 成为阻挡两人的理由 看到这里 你对杨爱的谁呢 回到故事 两人你弄我弄七天 火人结局发生了 难以想象的灾难 由于水量过大 宝儿周到的结晶 已无力抵挡 大水顺着运河流进小镇 得宝儿赶回家 这里已经被洪水淹没 虽然爸爸妈妈都逃了出来 可象征家族希望的懒火 却被留在了房子里 见此情形 宝儿搭不向前 三两幕翻进店铺 准备抢救火种 沿河大水将至 他只能拼命挡在没钱 跑在这时 杰克及时出现 让宝儿被改安慰 他抱起沙袋铺向火种 在周围抽到起玻璃保护罩 可水是愈发凶猛 情况已经不可控制 两人被杂物堵进了仓铺 看到蓝国已经熄灭 宝儿整个人都要崩溃了 杰克站起身来 他竟及时在油灯里 就压了一些火源 宝儿感动不已 可骗特的温情过后 危机仍未解除 由于室内温度过高 杰克回身都冒起了泡泡 他正在被蒸发 宝儿看向屋顶的烟囱 赶紧照顾杰克一起往上爬 随之两人爬到一半 烟囱忽然倒塌 巨石旋都砸了下来 他们又掉进了仓库 看着杰克不断蒸发 宝儿伤心地掉下了眼泪 生命的最后时刻 他拉起爱人的手 两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不知道过了多久 火人没开始清理灾后的废墟 火炉和灯蛙冲向仓库 可这里只剩下女儿落寞的背影 宝儿把家族火种交给爸爸 可他心里最重要的人 却永远回不来了 一家三口相拥而泣 追到这时 一滴水从屋顶石坟掉了下来 宝儿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随即开始讲述 两人相识地经过 伴随了震震扑声 越来越多的水滴浮现出来 水滴会聚成水流 哗啦啦的流进铁桶里 紧接着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